一真的國際新聞時間了 中天的全球現場 我們現在大家說呢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最近變瘦了 真的還臉還變小了呢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告訴大家就是因為呢 很多人沒有東西吃 會不會金正恩也面臨同樣的情況呢 因為北韓呢封鎖邊境的關係 再加上受到了美國制裁的關係 現在呢據說北韓的糧食供應緊張 來看看你有沒有覺得金正恩變瘦了呢 根據呢媒體報導 北韓可能面臨的是經濟崩潰物資短缺 而且呢更窮困農村的民眾呢 甚至要被迫吃草配上白米飯 這是根據CNN還有韓聯社的相關報導 現在呢在北韓的平壤啊 他們的首都呢 國營超市貨物的價格 據說是暴漲5到10倍 菜市場的馬鈴薯呢 是以前的3倍 砂糖麵粉啊白米這種民生物資呢 全部都漲價 而且呢北韓的政府啊從4月中開始就已經停止 配給糧食了 也就是呢原本呢可以免費拿到糧食 穩定拿到糧食的這些人 也都沒得吃自己去想辦法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甚至要大家共體時間 而且呢做好長期抗戰的準備 而且據說呢他們的這個糧食短缺的情況 不會在短時間內解決 那麼在北韓的勞動黨 第八屆的三中全會閉幕之後呢 還跟觀眾一起看表演希望能夠穩定民生 但是二肚子是事實 來看金正恩未來該怎麼做了 那麼在南韓的部分呢就在六二零的今天宣布呢 在過去二十四小時新增四百二十九例的確診病例 不過呢在南韓的首都圈首爾的防疫措施 會從目前的二級開始放寬 南韓公布了他們最新的防疫措施 會從七月一號開始呢 為期十四天也就是兩個禮拜的時間 因為很多人都有打疫苗了 接種率逐漸提升的關係 南韓也要開始放寬限制了 在首爾的私人聚會呢 人數放寬到上限可以六個人聚會 其他地區則是完全解除 那麼對於私人聚會的人數限制呢 南韓目前首都圈的防疫措施是 二級原定呢七月四號截止 但因為疫情逐漸緩和有hold住 所以呢南韓政府決定提前放寬了 那麼現在大家比較擔心的 就是日本要來打要來拼奧運了 到底呢現在疫情的狀況如何 我們來看一下日本的最新消息 日本政府才剛宣布二十號 如期解除東京等九地的緊急事態宣言 東京各主要地點十八號晚間外出人潮 就呈現大幅增強情況 澀谷銀座六本木等鬧區和上週相比 人流增加了一成 恐怕疫情又會再次反轉 政府儘管鬆綁規範餐飲業能提供酒類 東京人規定同桌酒客不得超過兩人 並且用餐時間只允許九十分鐘 營業時間還是只能到八點 規定太嚴格哀哄這樣等於沒解禁 距離東澳開幕剩下三十三天 日本政府目前是希望能夠開放觀眾入場 並以萬人為上限 但不得超過場地榮樣的一半 但根據京都大學的試算 後果恐怕是會增加一萬多人染疫 儘管專家猶新疫情擴大認為應該舉辦病門賽事 但政府並未讓步 雖然19號東京宣布會取消所有奧運的現場直播活動 並改為疫苗接種場地以降低染疫風險 但現在傳出奧委會打算開放更多人來開幕式 以兩萬人為上限 因此外界也認為未來東澳期間若疫情再度反彈 日本可能又會四度發布緊急事態 記者 李韻正報導 記者 李韻正 李韻正ental 記者 李韻正 Arevida 記者 been Have a Dream 當中的製造 記者 李皇益 李韻正在這裡 記者 李韻正 Э Trip 你除了 Hopefully 實在 起跃 倫